我是欣欣的創辦人MiniLearn 我在1989年創辦人MiniLearn 為何我要在大埔當時大埔比較正義 我就要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要入得做生意 所以在大埔開了第一間小小的店 我叫Volvo 我在這一行練本 我是Vinnie的女 我現在在大埔另一間第二分店負責 因為我小小的時候 我自己想 我自己是一個貪美的人 我就會想 究竟我想找些什麼 究竟我自己的理想是什麼 我就覺得自己這麼貪美 我覺得美容是適合自己的 所以我就學了 之後我就覺得儲了些錢 我就開始開啟這間美容 我當中其實都是辛苦的 都是辛苦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做美容 最初就要人家的表現 看得簡單 其實做的時候 你要很細心 小心 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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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會照顧得很周到 而且要很乾淨 當中的經驗運動 就真的多了 有時候 你起初後 沒有做的 光蟲都說 大過是新的小人的地方 你慢慢手下 你真的一個也不要生 只要有一個磨煙 你就要鼓勵 很用心去做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這件事 還有你想做的那間公司 你要有一個堅毅的精神 不要遇到困難 你就要討好 你要想想怎麼解決 譬如有時候 員工做事 你們會覺得做得不開心 你就要想想 跟他們聊聊天 不是說 有些人得其備 因為企業是沒有財務的 所以都要很小心 跟他們打勝負片 我們的宗旨就是 細心、小心、擔心和關心 細心和小心就是指 我們做搖程的時候 要很小心和細心地 保護一下他們的機構 避免一些產品 進入眼督 或者之類 擔心和關心就是指 我們的事後服務 事後都要很擔心的客人 例如做完療程之後 他的感覺是怎樣 關心就是除了療程之後 我們都可以了解一下 客人本人的背景 我們多點和他們聽見 去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 現在的生活美容 例如按摩 basic facial 等等 我們都會一路爭執不同的美容項目 例如現在很流行的 韓式半永久的項目 文味、修味、印節術等等 還有我自己在這一兩年都很爭取 去考一些不同的國際影韓的執照 例如Artec、Sitec、Sidesco等等 除了我自己很努力去爭取一下國際的執照之外 我們也都 從時間到時間都會邀請一些訓練員 來公司 去幫我們的員工進行訓練 去確保我們可以一路 更加提高我們服務的質素 如果年輕人真的想創意 在我們其他社會美容項目 我覺得都是跟著我們 要細心、小心、擔心、不關心 還有要有勵力 還有不要說沒有困惑 就要很害怕或者很疏疏 不是這樣 要自己慢慢去解決 才可以做到我們這一項目 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